好,在了解了两种对象的两种创建方式 对象致命量的方式和那个upget的构造函数 来创建那个对象的两种方式 以及基本的承软访问之后呢 我们除了这些东西的话 对象还有一些常用的操作 大概有这么几个 就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要并利承软是不是 把这个对象的所有的属性列出来 以及属性的值列出来 承软的并利 那么是怎么一个弄法呢 就是这种循环 for 然后呢 你就搞一个比方说属性 in p 这种这种循环呢 称之为反射性循环啊 等会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 然后你就可以比方说 把它的那个concel.log 把属性的名字 这个x sx就代表着属性的名 然后同时呢 你也可以把属性的那个值弄出来 很明显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用这样写了 因为这个x是个变量是不是 所以你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写 这就是那个中国号访问承软的一种 鹦鹉之地 然后回测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这么多 那你有没有观察一下啊 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那个我们这里定义的这个属性 除了这些以外 是不是还定义了个cellary间的高度 但这里都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属性特性的时候 它有个默认词是force 因为在这里呢 所以的这三个属性它的enumerable呢 就是force 就是可媒主的 所以由于它的可媒主特性的话呢 是force 所以说你是用反射性循环 并立那个对象的属性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出来啊 这就是可媒主的一个含义 这是说循环 那么还有一点循环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它并立的时候这个出现的那个属性的名字呢 它是无序的 你不要认为它是有序的 因为有些代码 如果你要严格要求那个属性 是一定要固定的顺序的话呢 这种循环是做不到的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呢 那就只能通过一个折衷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JS呢 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方说object.cas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你传一个对象给它 比方说p 然后回车 它就会把这个对象的所有的属性的名字啊 当然是可没准 你看那个什么hater啊 金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出来啊 这个所有的属性呢 就反过出来 而且这个反过的值呢 是一个宿主类型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可以对宿主进行排序 排序之后 你就并立这个宿主 然后你就可以确保每次 访问这个对象的相关属性的时候 是有序的 这样就可以弥补那个负硬循环 负硬循环那种无序的缺际 是不是 当然除了这个弥补以外 这个得到对象的这个推使方法呢 得到对象属性也有一些用途 是不是 当你主体的项目的时候 你就你就用它就行了 除了对象的一个便利以外呢 它还经常有些操作就是什么呢 警察对象是否有这个属性 你要判断一下是不是 那么它的那个判断呢 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就是 用印这种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属性名 然后在不在这个批里面回册 好 在里面啊 记住啊 这个属性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这是一种方式 就判断 它反复的是 force 如果你是自己有的话呢 它就反复的是 tool 比方说 hez.own property 就是输出的是一个tool 就表示它拥有这个属性 这是这个 还有一种操作的话呢 这个相对来说不常用 但是要知道 为了后面做准备啊 就是一个承软的删除 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 弹掉啊 去掉它 delete 然后p.nm 我们把它删掉 然后删掉了之后 如果你再访问的时候 那就会 这个承软不存在了嘛 所以就返回一个 undefined的 这是基本的几种操作 当然有些东西 你是删不了的 这个也很好理解 比方说你 toStream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删不掉的啊 知道这就可以了 那么说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承软特性的一个学习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特性的话 大概是就这么 这么一些啊 Writeable enumerable configurable 前面 这两个呢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Writeable就表示它 你不能改写它的那个值 是不是啊 enumerable呢 就表示它的那一个 你可不可以美主 就是在我们的并力的时候 Foreign循环并力的时候呢 会不会出现 如果它是Force的话 就不出现 而configurable呢 就是可配置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一个 比方说 如果你把configurable设置为Force的话呢 那么这个属性呢 就不能被删除 同时啊 比方说 如果你把configurable设置为True True的话 就表示这个属性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配置 配置什么呢 比方说 我重新用这种方式 来把它的值改为2000 来把它的Writeable 由Force改为True 把它的这个地方 这些configurable设置都为Force的 是不是 你再改一下 比方说有True 改为Force Force改为True的呢 这就是configurable的一个含义 知道这就够了啊 当然它还有一个更深次 你可以查一些官方的文档 所以我觉得个人没 个人觉得是没什么必要记的啊 因为你碰到一些代码 比方说我碰到一个属性 因为我给它复制 复制不成功 你就知道 有这个特性来可以控制 主体是什么含义 你写点代码 测试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 那么说了这三个特性的含义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得到 某一个属性它的这些特性呢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它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object.get get的什么呢 得到自己属性的一个描述器 就是这个方式 这个方法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你 因为你是这里是object 是不是 你要对哪个对象对象进行操作 比方我们对批对象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address 这个属性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 那些属性的特性 是什么情况了 可以发现它的值是一个object的对象 类型 然后它的writable为true enumerable为true configurate也为true 那我们就看一下上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高度 heght 然后它的那个情况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enumerable为force configurable也为force 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循环并力的时候 高度不出现的一个然意啊 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 来判断它的那个属性的基本情况 这就是属性的一个特性啊 掌握这我觉得基本上够了啊 谢谢大家